就一同参加南朝会战 而且是把陈安堡将军的遗体抢回来的 是10年20 10年20也曾经属于 就在武汉会战时候 刚刚就是 武汉会战是6月份开始马当失手 那么10年20开到 那个 参加武汉会战 之前之前属于18军 但是后面它是地球战区的一位队 现在很多照片就是动响 不管是两个盘子里面 都有 总是这几张 就是这几张 有的是错的 没关系 我们 我总不能 那个张宁子的照片居然会在 双堆积纪念馆里 那会儿早死了是吧 没死 完全不是一个战场 杨伯涛 杨伯涛的那个贴的是他的照片 看他讲的好看 对对对美人嘛 美男子 极大美男子 那个那个 到处都是他的照片 我想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啊 我想好像是张宁 把他当眼光套了 杨伯涛的那个位置 他不是讲兵团吗 这个兵团那个兵团吗 完了谁谁谁 这个是张宁子的照片 那个那个 四川 我觉得这个是张宁团 把那个 之后的来源 其实会这样 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 其实会这样 就是我等不他们 会的照片 走 走 走 刚才说 把杨伯涛当成张宁虎 挂在碾桩的人 是黄维的女儿 黄维人是黄维的女儿 应该认识杨伯涛跟张宁虎 但是办展览的人 把张宁虎当成杨伯涛 都是五大主力 但不是一个人 所以是黄维的女儿 谁是黄维的女儿 真是黄维的女儿 那几个人呢 哪里都小人 哪里都小人 这个有 这个是黄维的女儿 对吧 这个是黄维的女儿 黄维的女儿 在南朝备站堂是成安堡将军 成安堡将军队是29军的军长兼79市市长 当时他的一体是10年20年跟他抢回来的 我们现在办那个经验 就是有点这么多年来 就是你看这个就 其实跟那个成安堡将军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我不知道我这句话可能没有什么根据 但是这面墙没东西可放 把这放上了就显得特别热闹 我就不知道策划纪念馆也应该有一种规范 结果千里强强跑着来看 结果全国都一样 就跟那个全国的那个旅游市场 每个景点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你这个挖掘就有点太累了 没什么新的就是 偷出那个东西 所以还有三方 和那上海的全部三方 是90多死打死的 真的 他军队有很多 他军队很新进 百媒他爷你是 前一段 归那个柴安堡 武汉会战时候归皇帝 柴安堡被打死之后 不叫打死阵王 他的尸体是被摆梅他爷爷那个 1020给抢回来的 过去当兵当官 都得把职务什么写在身上 跟美军似的 当你占有巨大的公权力的时候 得把你的隐私写在身上 陈安保军长 不能神头归脸的 一干坏事 穿上制服 上班穿上 为下班便衣 便衣脸 就跟现在好多合成似的 上班穿一袈裟 下班泡妞去了 陈苗 你别讲陈苗就讲他就行了 陈苗 你还要讲陈苗 因为陈苗是他的儿子 肯定要说 因为陈的房已经走了 就陈苗还活在那里 对呀 那年来上一年 就是陈苗吧 啊 三去了 陈苗 你忘记来了 杨大哥 你们三个人 有小松吧 李小松 李小松去的 陈苗来的 陈苗 你跟杨志忠 你们三个人拍的照片 你们三个都是一期的后段 哦 对不对 他老跟我说 有一张什么三个人 三个人 就是你们三个人 我拍的嘛 他 我拍的 你们三个人 我说你们三个人 我没有那张照片 你发给我 我说你 你们三个人 你发给我 那后背都是一期的 华夫 陈苗先生在北京 我知道他在北京 上次来就是从北京来的嘛 对 那现在就是 周小琪 周小琪可能身体不好 我经常来往 我 三个人到北京 北京到三个人 我知道 他也很想 他也很想 我也很想 他也很想 那么很想 因为他是周琪人 对 就是 对 对 然后他跟杨志忠 关系很丑 因为他父亲周振强 跟杨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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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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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琪 杨志忠进去了 杨志忠也进去了 但是他们两个 太太 就住在北京 都在平时上 都住在杭州 都平时上 然后 就是 固承主动 来往 很几多 这边叫东宫铁门 1937年10月14日 陈安堡指挥的七十九师 在嘉兴平湖 阻击日军 把这哥们给打死了 这哥们是 满洲开拓团之父 是日本武装殖民思想的 标志性人物 也是黄古屯的元凶 但是又参加了内战 这些人就又剥夺了很多 什么什么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了 完了 在那个什么 老兵这个事情上面 我跟你说 我觉得 就是参加完抗战 告老回乡了 解家会签了 到了十九年以后 当然跟你算下 你参加过 是啊 实际上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认为你抗战是光荣吗 你没有光荣感 对 是 所以讲 那这个事情要完全过去了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 所以说你说要 要这些后代 全都说 别扯 别扯了 是吧 不可能 你这都过去了 是吧 该怎么弘扬 不是 你只要把 看了这些老 都是在云南嘛 对 那云南大安馆 我想它应该是 一定会有很多资料 没有 结果它 它跟我说 你到台湾去查去 对 他就一句把你凳死 开始的时候 长途电话 那个时候打个长途电话 又得花钱 又很费事 对吧 那个 说半天 说不用 你叫身份证来 就可以查了 结果去了 没有 你 我说不 没有人吗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你爸 七五年回来的时候 上面还算 很宽容 不是很宽容 很看重它的 对不对 因为威望也这样 好了 你看看 你爹能说什么 他能说 谁 你爹 我爹 能说什么 他们框架做好的 我有一张 1987年两会 您老爷子参加两会 我拍的 我拍的 我父亲 这些常委 闭着嘴 什么话也不说 他不是 他一个套子 给他做好的 这些东西 你可以讲 对不对 他过了这个 就不能讲 所以说你父亲 是最聪明的人 我们为什么很敬佩 你父亲 你父亲在里面 装风卖傻 永远干 用动机 用动机 我靠 我就是跟你来 我去念旧用动机 这个永动机 你只吃得好 对 他把这个 每年都捏去 他这个 你只捏得好 嗯 永动机 寓意特别深 对 所以说 人他就是有这种国气 是吧 为什么说你 别 他们是最近的 他说软硬 他们才五九年就回来 他还怎么 七五年呢 七五年也放在最后 是建议 不放在十几个人里面 的一个 后来 真是 不是 到了七五年了 毛也扰了 不能扰了 听也听不懂了 杨树庆 他们说是毛 把光维一圈 把一个箭头 放在这个 最上面 不是 他这个东西 结果就变成了 这一批的 他搞 搞特色 就是非常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 你们年纪都大 年纪大 不会再 你们造法也造不起来 长江黄剑 王太旭 对 王太旭 你看看 这个就是 对啊 这是永动鸡 永动鸡老爸 永动鸡老爸 搞永动鸡的老爸 对 发明 发明 没有 没有 结果没发明成了 很多人跟我说 他的这个路子 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您多大 第一次见到他 我念高 十几岁 十七八岁 是去探监 还是放出来 探监 他们是 出来玩 出来到农场去 专列出来参观 然后 制造一个写后话 完了 他要 我们学校通知我 去看他 就去了 进江湾 因为他这个 还吃了一斤 你等于说是一岁 我爸 第一次看见我 你是不是一岁了 你爸进去 什么呀 我没生他 四八年 我是四八年九月了 你看我的身份证 然后 然后 我爸是 四八年的八月份 就 十二兵团 他就走了 就离开家了 然后跟五年 对啊 胡连当时好像没去吧 他没去 不是后来再去 他后来去了 就逃了 走的时候 你爸 他让你爸 做一个新产客 对 结果这个新产客 不过了 正在一个花花花 就走 对啊 而且 而且胡连是 那个 他们说是 他逆向的 对对 对吧 他反方向走 所以说毛回说 毛回说 你看 猛如虎 对 骄如虎 比虎里都很狡猾 狡猾的 狡猾 那当然了 你进门战役 这个 这个 解放进门的时候 没有他 没有胡连 那不是 他所以是工程人 所以说要叫你 全军父母 就是胡连干的 他们认为李良荣 就是李良荣 跟你爹 也很好 也是同学 他们都不是 是 是 李良荣 李良荣是浙江人吗 不是 他是李良荣 你怎么会 现在还没有 没有任何人提李良荣 李慎荣 因为李慎荣原来 在山上市 关国市长啊 抗战的时候 对吧 李季通 李良荣 都是的 对对对 后来 李良荣 就是撤退了台湾以后 他就守进门 他是进门 他在守 所以说 共军 一目情况 他认为李良荣 是个草包 没用 就是说 老兵 老兵 是他 您老不让我拍以后 墙上又都是挂的 那种假的 我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跟你说 不是起作用 就是讲一个历史 真实的故意 是吧 这个是 讲抗战我们就要宣传 是 是吧 因为没有他们肯定是 不可能会有这个结果的 对不对 你看他们 把这个二十九军都搬出来了 宋真元的二十九军 对啊 这个 此 二十九军 这是完全 非二十九军 我也搞了很长时间 建立了一个概念 这不是这个二十九军 不是那个二十九军 因为在 我有一本书 因为我也是 因为这个 这本书呢 我才 我说 又 从 成尔堡是中央军的 怎么二十九军 跟那个 走了什么关系 所有的军王 建制 我 首的军长 首人市长 首人全团司令 第几国军 我所有的部队方法都要 那么苏呢 苏家 我家里 你出版了没有 出版了 也就是我是买的 买来的 嗯 苏你叫什么 什么时候去 我也去把人买来看一看 我觉得他们 有一个阶段 他们都搞的 骚老头 是个可怜的要命 但是真的到后来 说的那话 我觉得好有气派啊 好有素质 我给他安排的 你看 人家麒麟 棺材都排的 哦 你看 最大会我主持 是吧 都给他办好 你看火化 嗯 一直一直等他火化掉 火化钱 再说一遍 他说的那话 再重复一遍 您 我不是英雄 我活着 是为了牺牲的战友说话 是为了抗战中 为国捐躯的 三百万国军将士说话 我不是英雄 抗战中牺牲的 两百多位将军 他们和将士 他们才是英雄 这是一百零七岁的老人说的 嗯 是吧 所以能活一百零七岁 所以啊 他有这个胸怀啊 嗯 对 是吧 他 两次探险 他好像是炮兵是吧 炮兵 炮科毕业 炮科毕业的 他渡营毕业的 对对对 就是 独山嘛 嗯 独山 独山嘛 渡营嘛 贵兽嘛 贵兽 特别棒 老人家 老人家本来是日子好多的 到后来也去台湾 他原来是给 陈陈 做垂丛 曝光的 然后周延不放 周延说他资历不够 因为周延跟他弟是同学 哪里够放他 是吧 他弟已经为国眷区了 这个儿子他肯定要保护好 其实跟钱老师起来 那能跟着城城安全了 你跟着你周延还要打仗 跟着城城根本不用打仗 他说他 说他 资历不够 还要磨砺磨砺 留着七十五军 好了 到了后来 可能胜了以后 他就回杭州了 是吧 他是革命公军子弟 是吧 他家里 你看 国民政府给他盖了一个 一千六百个平方的一个别墅 给他了十三亩土地 是吧 然后他是作为革命公军子弟 都是读书都是免费的 把他养达 到了 四九年 他在杭州 在军需仓库 他就是为了 这个配合 解放军进城 他就把这个 炸药库 安全地交给了解放军 他认为他对人民 没犯下任何罪 对不对 如果他把这个 军火库点掉的话 整个杭州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好景不差 到了1950年就作为反革命 判掉了 判掉以后 四年以后 说判错了 平坦 回来 回来三年以后 到57年 又进去 这个一关就是27年 过来27年 那是不是到75年才出来 83年 那个还晚 他不是特色 他是劳教 劳教搞了20多年了 他在我们这边的 福州 有个叫李家 李家乡的石矿 他在石矿里干活 他的回来 是他母亲救他一命 回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 政策已经开放了 也可以申请回来了 但是他那边没放他 他母亲并未 他母亲拍个电报给他 就说 你赶快回来看我 对不对 我要走了 这个时候他 到队里去请假 那个队长很好 就是按照你情况 你现在好回去了 你嫌不回去了 你妈死了 你就回不去了 因为你妈在户口 你人就 这些就可以办理手术嘛 真好 所以说他 好的 你看他105岁 我开车 把他送到临安 去找他这个管教 他去感恩他 他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说 我就说人毕竟要有格局 要有心态 对对对 对不对 心态不好 格局小 你做不了事情 对 是的 是吧 这个很 还有一个 你没有这种心态 你怎么活了这么长 我都想不通怎么活 像我就活不了这么长 你能活 你也是 对 他就是采石场 给他小萝卜头 他是新时代的小萝卜头 是吧 所以说 我说 你多了这么多的 所以说我一个再说 所有的东西 要我们这种来释怀 不是这么简单 没这么容易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 你们可以随便说 释怀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经历过的 我怎么释怀 对不对 我凭什么不能够 跟你们一样 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也不傻 我也不笨 是吧 我资算也不低 我为什么不能读书 是吧 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工作 我 我令我父亲平反的时候 让我抵制了 不让我抵进去 为什么 就是没有文化 就是歧视你 你就是老老实实 加个尾巴去做人 你不要有问题 我去下乡的时候 前的表格 家庭出身一难 历史反革命 你自己填 对不对 我回来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家庭出身 就是革命干部 因为我父亲平反了 他给你的平反证书 就是革命干部 我就变革命干部的儿子了 对不对 我去年 在农村 接受平家中农 在教育 把我爹教育好了 成为一个历史反革命 变成国家干部了 我们说我父亲半年 现在还是反革命 重犯还是反革命 是不是 搞不搞笑的 你看我 我从来没填过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填 而且我不知道 我父亲这个人 我家里不跟我说 我的伯伯 1944年 在历史哪牺牲呢 69年的档案 在重庆 我把它查出来了 首页 历史反革命 无其中 反革命 无其中 还写着反革命 我都有的 哎呀 说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那是 我是 我就说反革命 谁说我 是什么 所以说一激动 就激动 瞎说 我在关机 对啊 你帮我吃什么 就吃什么 你是在我 我就是钱 想跟你说什么 就是吃什么 你们帮我钱 哦 好 我不说 你帮我钱 你帮我钱 对啊 对啊 是不是说的你们满民是中立 对 你看 大姐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满民是中立 只有 只有中华民国把它当成中立 这个说对了 我也把它当成中立 但是我们国家呢 我们在这里呢 你叫我们爱国 还是反革命 是的 是的 他的子女 你对他有一点点的照顾嘛 一个历史的子女 是的 是的 好